VIO X30 Pro深度评测 上周赶着2019年的尾巴 VIO发布了自家最新5G影像体验 VIO X30系列 全系标配双模5G 且VIO X30 Pro最高支持60倍的超级电胶 满足了既满足了5G 又在拍照上堆足了料 而在昨天这款产品也正式开售 8加128GB 3998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看看VIO X30 Pro这款产品 先来简单的数一下外观 首先是这款屏幕 规格是6.44英寸 20比9比例 24x18分辨率 Omlay超小XDR屏幕 孔径为2.98毫米 不会对视觉造成太多干扰 同时屏幕常规亮度达800英克 局部最高亮度可达1200英克 背部位玻璃材质 左右两侧做了3D幅度处理 很低的手掌 手感不错 配色上此次也破下功夫 有密银、飞银、钥匙三种 拿到的这台是密银 背部位镜面处理很亮 甚至可以当镜子用 但是也非常容易承认指纹 此外 VIO X30 Pro 才用了屏幕指纹 别管是地底带了 总归很好用就是了 VIO X30系列 搭载了猎户座980芯片 这也是VIO手反双膜5G芯片 这一提的是 猎户座980双膜5G AI芯片 是VIO联合三星共同研发 这又意味着 VIO已经越来越深的 参与了上购产业链 彰显了VIO的强大实力 而猎户座980 是业界首批基础5G SOC 同时支持SA、NSA组网理论值 可实现最高2.55G的数据通讯 在4G至远距双连接状态之下 4G速度每秒率论值可达最高3.55G 当然 具体的数据 还要根据当局地站建设 以及网络覆盖情况 和信号降落而定了 一般5D网络情况之下 4G速率一般可以达到700Mbps 上传速率也可以达到100多Mbps 而为了提高 X305G网络连接和效耀强度 VIO创新的研发了SA双发设计技术 贴线节偶合技术和侧边分布式贴线技术 让X30系列拥有更好的相覆盖 同时手机时对信号的干扰 VIOX30 Pro深度评测 上转 上转 起来